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消失中的香港 今天帶大家來到質如沖 這裡即將會有一堆舊樓拆卸重建 在我們面前的瑞士樓 以及在賓海間26日至94日的舊樓 都會即將拆卸重建 這堆舊樓本身由恆地和太古地產收購 去年成功以歷史最高的強拍抵價63.1億 去統一了業權 現在即將拆卸 看到拆卸工程都在漲行中 我們首先看瑞士樓 樓高11層1960年至1962年落成 看到很醒目的張記樓宇的字眼 張記樓宇是一個 以前都頗有名的發展商 1948年開業 它的著名項目除了瑞士樓外 還有百家新村 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海山樓 其實也是其中之一 也是由張記樓宇發展 有一個小小的趣聞就是 魏康先生 一個著名的作家曾經住過瑞士樓 在窗田寫稿的樓下 就在英王道 他有說過類似的事情 我們可以在這裏就遠挑到 後面這一個就是百家新村 也就是由海山樓 海景樓 福昌樓 憶發大廈 和憶昌大廈組成的百家新村 張記樓宇在則如沖的位置都建了一些樓 露台其實也是很小建的設計 另外我們在旁邊就會有 賓海街26號到38號樓高9層 1960年落成 賓海街40號到94號樓高8層 亦都叫做East Eye Mansion 1959年落成 我們看看樓宇 看到現在他們已經拆了窗 還原當初露台的樣子 通常是樓宇快拆卸的時候才會見到這個情景 都比較少見 另外那些店舖已經封起來了 看到榮發這個建築箱就在拆樓 我們另一邊也看到樓宇 窗都已經拆了 這個比較少見的情景 現在已經十失實空了 因為真的正在拆樓 另一邊 看到沒有那麼大的窗 這個彎位 拆射工程還沒有那麼快 靠著英皇道那些就拆得比較多 現場看到這個勾斗車過來勾走那些 垃圾或拆樓期間圍樓下來的垃圾 廢物 看到在Ground 4的地鋪都已經空了 未來 側如沖即將會有一個很大 另外這個位置最大的特色就是看到前面的行人路升起了 如果你要落去平面 你就要走旁邊的鐵梯去落回去 這個情景也挺有趣的 無論如何都好 這些樓都即將會拆卸 如果你想留下一個記錄的話 你就盡快要去 因為拆卸工程都進行得如火如荼 今集的影片就記錄到這裏 幾十年後看回這段影片就覺得 原來側如沖曾經有這樣的樓 今集到這裡就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